又是一年六一到 头条号火八卦也盘点了几位娱乐圈的爱女男神 周杰伦近日曝光了女儿的专属歌曲《前世情人》 杰伦透露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小周周四个月大时 有次在玩具钢琴上随手压几个音符 他听了几个单音就想到出整首歌曲 对于女儿的未来规划 杰伦表示会让他学钢琴跳芭蕾舞等培养气质 但反对他进演艺圈 因为太辛苦 杰伦也透露希望女儿待在自己身边 最好可以亲自接送他上下学 他还透露又跟昆灵计划生个儿子来陪姐姐 跟小周周一样拥有开挂般美好人生的 还有贝克汉姆的亲亲小七 这位极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小公主 出门基本不走路 爸爸妈妈哥哥们轮番抱着就可以走完全程 小贝不光把小七的名字吻在身上 把小七世界的人偶也给吻上去了 这还不算什么 小贝竟然把小七最爱的小黄人也给吻了上去 因为小七喜欢大胡子 所以小贝决定不刮胡子 退役后 小贝就成为女儿的专职保镖 接送小七上学 每天陪吃陪喝 维多利亚曾在网上发布了一张 小贝为了女儿学做针线活的照片 原来有了女儿 硬汉也可以这么少女心 大帅哥无尊也是出了名的溺爱女儿 因平时工作太忙 他坦言对自己无法时刻陪伴女儿感到内疚 所以会没原则的答应他任性的小要求 就算女儿做错事 无尊也不斥责 除了这些已经结婚成为真奶爸的男明星们 吴亦凡曾接受采访 满脸兴奋的表示 自己特别喜欢女儿 以后会生个女儿 在被问到以后会不会让孩子进娱乐圈时 吴亦凡说 女儿我不准 儿子可以去吃苦 男孩就该吃苦 女儿就应该当成小公主来养 看来男神的女儿比男神的爱人福利更多哦 要不怎么说投胎世门技术呢 最后预祝大家儿童节快乐 么么哒